歡迎大家來總統府 這幾年政府積極補強社會安全網 在兒少保護 反毒 長照 身心障礙這些領域 都推出了許多新的政策 也逐漸累積而成績 遍佈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社工夥伴 就是社會安全網三年有成 最重要的關鍵推手 社工平常承擔了許多責任 藉這個機會我要跟所有社工夥伴說一聲 辛苦了 謝謝大家的付出 社工需要專業 又要同理案子的心情 加上工作份量不輕 確實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 所以 讓社工夥伴可以安心的投入工作 就是政府的重點目標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推出了兩大措施 第一 是逐年充實社工人力 前年行政院已經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計畫 逐漸地來徵聘社工人員 到明年底為止 預計將增加超過3000名的人力 人力更充足 就能減少第一線社工夥伴的工作負擔 也有助於提升服務的品質 第二 是全面調高社工的薪資 在公部門裡面的部分 我們把原本屬於計畫性質的風險工作補助費 調整成可以經常性編列和資料的人事費 明年期 公部門的社工同仁 依工作的性質將增加1500多元到3000元 不得薪資 在年間單位的部分 我們也推出了補助計畫 依據學歷 執照 執行風險業務等標準 建立專業課費補助制度 讓社工可以因年資調升薪資 有更長期困定的質疑和發展 另外 社工繁疾 苦惱和勞健保 勞退 雇主負擔 政府也增加不住 希望能減少社工 明明已經很辛苦 還要被要求控體時間的情況 以上的薪資方案 合計受益的人數 預計會達到一萬人 公司部門的社工薪資 都會一起往上調 另外 衛福部也持續地 注重我們社工的職業和安全 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希望社工夥伴 在幫助別人之前 也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安頓好生活 最後 我要再一次地強調 社工除了是專業的助人工作 更是編織起社會安全網的 關鍵行動者 臺灣社會不能缺少社工 政府會支持社工到底 我們一起來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